中國人是很講孝道 我們要孝順我們的父母 但是你們有沒有孝順你們配偶的父母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個案 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見證的 這個發生在多倫多 我當時是做義工 十幾年前去探訪老人 在那些老人縣那裡 他們不是完全不能移動那種 不過是年紀長了 要去角度居住 其中有一位是身去沒多久 我也是第一次見她 是女士來的 她是越南籍 她並不是那種身體上很衰弱 要別人照顧那種 她一直都跟兒子和媳婦一起住 現在媳婦要她離開 因為那個媳婦的媽媽是在大陸過來 要住他們的家 沒有位給她自己 先生的媽媽住 她就趕了她出來 去了這個西式的養老院 加拿大的老人縣有中式 有西式 西式就是用英文說外國人辦的 就是吃中餐有中國人去照顧你的 但需求的人很多 位置就不足夠 所以要排一個中式的老人縣 是要排很久的 而這位的越南籍女士 她是連中文字都不懂 更加不懂說英文 所以她哭著跟我說 她每天都不飽 因為她想添法 不懂怎樣跟別人說 要多些 她不吃牛肉 但別人推到她面前 她又不可以不吃 不吃她又沒有東西吃 所以她很痛苦 而且她心很難過 因為她的媳婦 她媽媽要來住 就趕了她出來 她的兒子 當然是不可以譯她太太意思 就趕了媽媽出來 放她在這個養老院 當時應該那個老人家 是有自己的老人金 再加上政府的津貼 就住在這個西式老人縣 可能她的兒子也要付一部份錢 但是她的媽媽就因為不懂說 所以每天都不飽 加上心情很痛苦 每天都在哭 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時候 就做了很多張卡 給她 好像要畫一隻牛 然後打個交叉 用英文字寫beef 即是告訴她 你不會看中文 但是我看公仔的牛 交叉 那你告訴別人 即是告訴別人 你不吃牛肉 那別人就不會給你了 那如果你想多吃一個麵包 我又畫一個麵包 剔一剔 然後寫個MORE MORE MORE 多一點 那你給卡人看 別人就會再給你一塊麵包 這樣才可以解決了 一日三餐裡面 這個食用上的問題 那看到這個個案 心裡很難過 誰不疼自己的父母呢 說一句 我們說 外妻敬外母 這個是很真話來的 但是你不可以因為 外妻敬你外母 而將自己的母親自知不顧 推她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完全不會說話 想要求任何東西都不會開聲 所以她很痛苦 但是也有可能因為她怕了她太太不停的要求 所以作為那個兒子 只能夠把她自己的母親送去老人院 但是我只跟進了三次 我們就去了另一個療養院 所以也不知道她之後是繼續如何 那麼基於這個個案 大家可以看到 作為一個媳婦 她只懂得疼自己的母親 就是對於她配偶的母親 她就是有個差距 而且是有時可以自知不利 因為另一個個案 比這個更加嚴重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所以作為別人的子女 除了我們愛惜自己的父母之外 希望你也愛屋及烏 關懷你配偶的相親 否則你的配偶就著你 相信你的意思也好 也讓她背上一個不孝的名 希望大家都能夠互相關懷對方的相親 得到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